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2723集 子弹穿过了墙壁,杀石飞扬 鞋子里击砸在一旁的地上 很明显,开枪的人一开始瞄准的并不是何自珍的脑袋 而是何自珍墙后的脖梗 这名枪手似乎要确保就算何自珍往后躲闪 也能将他一击毙命 看到地上子弹的痕迹,何自珍脸色大变 他刚才还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子弹擦过他脖梗滑过的气流 如果他刚才后退的速度慢上半秒 那这会儿他脖子上已多了一个血乎乎的窟窿了 狙击枪,这帮人还有狙击枪 栗震声顿时脸色大变 似乎没想到这帮人的装备竟然如此精良 妈的,这离这隧道口都快五公里了 怎么还会有人埋伏在这儿啊 奎木郎忍不住破口大骂 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碰到这么伙人 实在是有一些想不通 不过林雨和燕子两个人却是见怪不怪 皆都是面色凝重 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这帮人为何驻扎在这儿 很明显这帮人跟先前驻扎在隧道口外 三公里内对三十多人组织一样 都是想暂时远离隧道口的纷争 想要等那份文件出土之后 根据形式坐收渔翁之力冲过去争夺那份文件 只不过先前谁也没有预料到 林雨等人竟然会这里跟他们撞在了一起 恐怕那帮人也没有想到 林雨他们会直接朝他们这边冲过来 甚至这帮人知不知道 林雨等人的身份还不一定呢 但是站在这帮人的角度来思考 不管能否确认林雨等人的身份 确实都应该开枪 阻止林雨等人冲出雨林 别说林雨等人拎着个保险箱 就算没有这东西也无法排除 他们身上有没有携带文件 所以最保险的方法 自然是将林雨等人禁数击毙 然后再从尸体上搜找 看是否携带了什么文件 就算是没有文件 那也可以从他们身上搜刮一部分补给 此时又是一颗聚集枪子弹射过来 直接贴着葵木郎探出的头划过 击砸到后面的石块上 瞬间将石块击碎 你妈的 这帮人枪法还挺准 葵木郎摸了摸缩回了脑袋 恨得骂了一声 哎呀 我们根本没机会去把孙静忠给拖进来呀 看着躺在地上抱着腿伤 痛苦无比的孙静忠 他们几个人都心急如焚 但现在如果冒险出去救他 只怕连他们也会被狙击兽射杀在地 盒子珍沉声说道 这狙击兽很有经验 而且他们手头上那么多杆步枪 我们一时间很难逃脱啊 那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儿等着呀 隧道口那边的战斗一旦结束了 剩下的人发现我们不在隧道里面逃出来了 他们一定会追我们的 等到隧道口那边的人死伤过半以后 战斗激烈程度慢慢下降 随后他们注意到隧道里面没有人 一旦有组织尝试冲击隧道口 那么他们逃出来的事情就会暴露 那隧道口剩余的全部势力和组织 都会朝着这边追过来 届时后果不堪设想 一瞬间他们陷入到两难的境地 所有人眉头紧簇 不知道该如何示好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又是一枪 响了起来 不过这次射来的子弹 破空而来的子弹 再次射中了躺在地上的孙靖忠 孙靖忠一声惨叫 疼得直打滚 这次子弹射中了孙靖忠的小腹 他的腹部衣服瞬间阴红一片 他身下的泥土也被鲜血染成了黑红色 孙靖忠 江磊看到这一幕 脑袋仿佛挨了一记闷锤一般 大吼一声 想要冲出去 将孙靖忠拖进来 不能去 不能去 立正声一把拉住他 如果江磊就这么冲出去 那立刻就会被搂成个筛子 所有人在原地待着不许动 何自珍高声冲别人命令着 队长 可是孙靖忠他 张旭伟也是焦急 难道 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咽气吗 敌人就是想以这种方式引我们出去的 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遇到的不知道多少次了 敌人故意留下一个战友的活口 进行摧残和折磨 这就是为了引诱他们出去营救 到时候呢 不止战友救不回来 反而会更多的战友牺牲 张旭伟和江磊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只是看到自己的队友饱受折磨 任何人都无法做到无动于衷 妈的 张旭伟怒骂一声咬紧牙关 几乎要把牙齿咬碎 其他人都是赤红双眼怒不可遏 又是一声沉闷的枪声 子弹穿破虚空 击中孙靖忠的尖头 孙靖忠再次惨叫一声 额头上冷汗如雨 浑身抽搐不停 钻心的疼痛几乎让他整个人生生撕裂 老孙 江磊拳头握紧 通红的眼中已沉满了泪水 悲痛难当 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孙靖忠强忍着伤口 他嘶哑地冲江磊和自珍等人喊道 凌羽和燕子两个人看到这一幕怒火中烧 神作冷力 怎么样 你能不能将他拉回来 凌羽低声冲燕子问道 想要让燕子用手中的黑仇 将孙靖忠拖到安全区域 不行 太远了 燕子摇了摇头 如果他能够做到 他早就出手营救了 何必等到现在 刚才进行的过程当中 他和林雨跑在最前头 而孙靖忠跑在最后头 枪一响他们就躲了 所以 看到孙靖忠的距离很远 足足有二十米 这么远的距离 他手中的黑仇压根触及不到 而且距离太长 拖拽孙靖忠的过程中 极有可能对他造成二次伤害 亦或者是加速楼上的敌人 击毙他 所以 就算黑仇长度能够 燕子也根本不敢出手 再这么下去 他肯定活不了 林雨面色凝重 眼神冷立 在孙靖忠的伤口处扫尸着 判断着伤势 出血量来判断的话 再拖个十分钟 只怕他就会失血而亡 又是一声闷响传来 这次子弹直接击中了孙靖忠的大腿 孙靖忠身子一抖 眼前一黑 差点昏过去 不过全身挤进麻木的他 慢慢地感觉不到疼了 老孙 老孙 江磊掩刺欲裂 探着头嘶吼着 不过他探头的刹那 突然一声枪响起 一颗狙击子弹飞着 朝他脑袋射来 小心 栗震生 眼疾手快一把将江磊拉回来 不过子弹还是贴着江磊的头皮擦过 一道血珠飞溅而出 江磊倒洗口凉气 一摸脑袋 满手鲜血 只见他头皮上多了一道 长约两寸的擦伤 好在未伤及骨头 江磊脸色一变 顿时一阵后怕 楼上的狙击手枪法非常精准 大家注意躲避 栗震生高声冲着大家吼道 同时拿出纱布 帮江磊包扎起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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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